第一闪 来宾一同用产 来宇高中教室新建宿舍正式动土 平东县政府为解决偏乡教室住宿问题 极力向教育部国教署 争取补助偏远地区宿舍计划 2143万3600人 未来来宇教师宿舍将规划设置17间宿舍 并设置教育厅已供住宿教师使用 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偏乡的老师内 教师住的问题比较大 所以没有住的问题 这个没有解决老师流动率很高 所以我们特别也针对这个部分 起了偏乡的一个教师的一个宿舍的整修新建 那目前已经整修这个整个重新 整修了31所学校高达363间的老师宿舍 那在今年跟明年之前 还要再完成14所学校高达238间的教师宿舍 来一厢位于屏东县地理位置的中心点 教师来源都以屏东市区及高雄市区为主 来一厢距离屏东市区 有40分钟左右的车程 因此规划教师宿舍相当重要 希望透过宿舍的新建 能将优秀师资留在偏乡 我们有蛮多老师是来自远途地区 比如说有高雄地区甚至平北地区 那么他们通常通勤的时间都要超过 加近40分钟以上 那么也因为这样子的路途遥远 加加上我们晚上时间 要帮学生做很多的就是夜间辅导课程 那若是有新建老师宿舍成立之后 那么以便把优秀的老师留在偏乡地区 继续照顾为我们非常优秀的原住民子弟们 目前县府已整修许多偏乡宿舍 未来还要陆续新建 期盼借由新建宿舍提供教师便利性 也能改善居住环境品质 减少教师流动掉效的情形 让偏乡地区的教学品质更加提升 屏东新闻不听张志豪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